中资电讯股中电讯通过新的派息政策 A股发行上市后三年内会逐步提高派息到七成以上 今天股价升超过8% 带动了同业 另外两只中资电讯股都可以升 内地方面有5G概念 你怎样看三只中资电讯股 三只中资电讯如果从息率的角度去看 我比较看好是中资电讯多一点 因为我息率较为高一点 还有业务方面中资电讯虽然增长比较活慢 但相对比较稳定因为体量会比较大 中资电讯今次提高了带息比率之后 由原本大概60% 即可分派利用的60% 提升到70%甚至再上 如果60%变70%的话 大概提高了12%至13% 提高完之后 我相信食率会跟中资电讯较接近 因为提高之前 中资电讯的息率大概是5厘左右 中资电讯较6厘、7厘左右 所以提高完之后可能会变6厘左右 这跟中资电讯的派息的息率来看是差不多的 即使是这样也好 我相信从经营的稳定角度来看 中资电讯较稍为可以提高一线 短线来说中资电讯的股价升幅是比较大 我相信跟之前的股价比较借弱 往后的发展 我认为短线来看是三大电讯 雙股价走势应该相差大约 但中长线来看 我个人就比较看中资电讯较稳 我认为短线来看